旅北都 漫壘勇者 集出夢想 贏得榮耀 共創漫壘傳奇 為什麼會有旅北都 是因為我們原住民朋友 從花蓮或是台東上來北部工作 因為大家喜歡這個運動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打球 所以用旅北都這個名字 來成立這個漫術壘球的賽事 我以前是一位甲族的乘棒球員 那推移下來之後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認識了壘球界的一些先輩 那剛好一些先輩他們很喜歡打壘球 那我本身自己也很喜歡打壘球 所以打擊跟手臂部分 都會跟學長一起交流交流 其實低潮旗 往往都是自己心理壓力 心理因素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透過自己的興趣 來面對這個困難 那有些人就可能透過平常的練習 來克服這個低潮旗 那我的部分 可能就是找一些兄弟朋友 來喝個氣泡水 等等的來嘗嘗自己心理壓力 來克服這個困難 我以前是棒球運動出身的 那現在工作上的關係 認識了各個朋友們 讓我能接觸慢速壘球 那這次的旅北都比賽 能讓更多的人 能到慢速壘球這項運動 有關於這一次台北市旅北都原住民全國壘球賽 他的獨特的地方 只有70%是原住民的選手參加 這就表示了原住民對慢壘的熱愛 還可以促進人文和文化的交流 那期待在未來的賽事當中 能夠看到更多原住民的選手參賽 也期待更多的球隊能夠奪取佳績 旅北都建造了 旅北都入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